外面扑啦啦啦啦 听声音是谁来了 苍蝇人进来瞄准呆地的后脑海 这个呆地眼睛瞪大 听说我好像开窍了 大家好 我是王凯 今天是清明节啊 赶上这个大假期的来玩一款老解密游戏 秀湖 按照剧情顺序啊 咱先来这个天堂岛 主人公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 划着小船啊 回到了这个他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天堂岛 这个岛不大呀 但是里头密林丛生 我很擅长在里面迷路 游戏严谨一概 第一灾 雪灾 岛上大门紧闭 啪啪啪那么一打门呢 打门上俩小窗口就打开了 探出来个人嘴上要瞎 手上要钱的 我拿猪肝子捅你嘴 外头站着弟弟 主人公刚离开岛的时候 他刚进化成小婴儿 这刚几年呢 长得跟个流氓在的 主人公找来各种物品 拼个鱼杆 帮助弟弟完成钓鱼的梦想 这弟弟甩杆一使劲啊 一下就咬了啊 熟虾 这一杆子是甩对面大排档里去了 给了虾这门才打开 进院一瞧啊 嘿 熟人 一老太太 奶奶呀 这会儿蹲羊屁股后头等着捡巧克力豆吃呢 老太太一筋进鼻子呀 打鼻子里头划出来一个水质 坏了啊 老太太偷羊宠物了 进的屋去 一男的手拿空杯坐着 桌上一熟虾 主人公看眼袋认出来了啊 这可是呆地呀 这会儿要点喝的 也不知道刚才是谁从门口给他推回来的 啊 这不瘫痪吗 拿个透明夜光壶啊 简称夜壶啊 上外头水井接了一壶 雪红 雪红的 雪 这井指定是打谁动脉上了 雪拿回来嘶嘶嘶嘶一喝 哎 里头一水质 虾头里也有一水质 整点雪给羊喝吧 水质沾舌头上了 这剩是如奶奶所愿啊 到处是宠物 整一炸之际 吸的血都被我吐出来 啊 还是我会过日子 整一钥匙开门奔后头 湖里水咕嘟咕嘟冒泡了 水开了 翻头上了一棺材 几个钉子一翘啊 发现家里头没人 倒是有一个黑色的方块 一拿起来 似像似不像自己的记忆出现了 家里这五口啊 不是人 奶奶是个鸽子啊 看起来很好笑 黑方块扔水井里 之后是第二宰 蛙宰 愚蠢的弟弟啊 可找着好玩的了 蛤蟆从嘴里吐出来 掉裤装里 这一只蛤蟆上下刀的 这弟弟啥爱好不知道 蛤蟆回家指定是得洗澡啊 森林里叔叔说 看我给你变个魔术啊 拿钥匙一张嘴啊 不懂 钥匙不见了 听声音跟扔麻桶里了赛的 上一关拿到的柴刀要是在 很快就能取出来 教堂拿个裤腰带啊 给弟子裤腰扎上吧 太松了啊 老进蛤蟆谁受得了啊 上厨房这些个蛤蟆给奶奶都放锅里吧 晚上加餐了 做好的汤递给叔叔 还不自己喝 这瘫痪玩意儿 吞吞吞吞吞 蛤蟆汤有开眼角的效果 叔叔的眼贼大 要个盆啊 这点玩意儿又吐出来了 钥匙也出来了啊 打开箱子 黑方块 一段记忆 自己的出生 第三灾 蚊灾和狮灾 进了天堂岛没看见人啊 树上有个蜂窝 怼我两下蜂蜜躺下来了 没有容器 放兜里吧 黏黏活活的 挺好 进屋一瞧 妹妹和叔叔在屋呢 叔叔一脑瓜的狮子 家里适合养个猴 铁锹缠两场的黏土 存了两个罐子 老太太在这坐着 一脸蚊子 给你个苍蝇拍吧 啪啪两下 脸上蚊子一个没跑了 早知道手劲这么大 给你铁锹好了 拍的平整 教堂里有把剪刀啊 回到房间 妹妹手拿剪刀 给叔叔剪个头发 杀杀狮子的锐气 别剪的奔了瓦快了 要显得圆润一点 好家伙 耳朵剪掉了 看起来确实圆润了 妹妹这个白内战的双眼 头妹剪掉不错了 叔叔也是个刚烈的汉子 一生媚知 蜜邻身处 弟弟在塔前坐着 说自己有点滴血糖 那就来点甜不尖的东西 来点蜂蜜 来点浆果 来一杯花树枝 这点玩意一凑齐啊 招得蚊子苍蝇各种狮子越来越多 该说不说 弟弟确实缺心眼 死活不哄一下 之后躺地下 整个人呼死了 赶紧打磨打磨吧 叫起来 先把东西吃了啊 东西吃完再死 要不浪费粮食 里头一大虫子 死就死了吧 不给社会添麻烦 凑齐三朵花花往母亲的照片前一放 黑色方块出现了 记忆里一家好几口的全家福 第四灾 婴灾 大门前有个小鸟 岛上能有个这么活泼的动物 不易 这会儿弟弟变的大毛虫虫已经结减了 敲一下裂开了 打里面好家伙 按照标题来说 这是个苍蝇 带着面罩大长嘴 跟个小精灵赛的 嗡嗡嗡的飞走了 岛上哪哪都见不着人啊 进了屋里打开大盒子 妹妹在里头躺着呢 这何尝不算是一种回家呢 另一边锅扣着盖子 烧火加柴 锅盖掉地上 里头啊 喝奶奶呀 差点变成老熟人了 递出来一根胡萝卜 主人公在沙滩热心肠 帮助寄居蟹回家 苍蝇人飞过来了 哭啦啦啦啦 把寄居蟹作了 带个蟹肉出来 讲道理来说寄居蟹没肉 苍蝇人飞走了 一边地里 树树坑里躺着呢 这何尝不算是又一种回家呢 有一个毛毛虫要走后门 咱先拿着 树林里胡萝卜喂兔子 苍蝇人扑啦啦过来了 把兔子作了 带出个心脏来 作劲可不小 大门前树叉支起石头 底下放上虫子 小鸟吃完虫子 倒头就睡 苍蝇人就过来了 苍蝇人哪顿都拉不下 这几个玩意都榨个真儿吧 榨汁机上 发现一宝石安到石门上 嘎啦啦啦打开了 楼上是呆地啊 抱着个黑色方块 我需要他的记忆 我一定要找到 不是说这个记忆是母亲的吗 这个呆地不知道意欲何为啊 老话说的好 上塔不开窗等于白上塔 也不知道哪来这么一句老话 窗户这么一打开 外面扑啦啦啦啦 听声音是谁来了 苍蝇人进来瞄准呆地的后脑海 这个呆地眼睛瞪大 听说我好像开窍了 苍蝇飞走 黑色方块捡起来 一段记忆 呆地对主人公说 有一天你会明白牺牲的本质 黑色方块放到井里 盈灾也消失了 接下来就是第五灾 易灾 时间有限的啊 这再往后解说的话 赶不上清明节了 所以说这条视频就这么长 之后秀谷系列 看情况慢慢更新吧 那么这条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王凯 我们下条视频见